中新网12月3日电据外媒报道 印度尼西亚巴黎岛阿贡火山近日接连喷发 大量的火山灰严重影响当地的航空交通 随着阿贡火山活动减少 巴黎岛国际机场已经在几天前重新开放 进出巴黎岛的航班也相继恢复 阿贡火山自11月21日以来持续喷发 由于火山灰对航空安全造成威胁 巴黎岛国际机场从11月26日起关闭 直到29日才重新开放 目前大部分进出巴黎岛的航班已经恢复 但一些航空公司持谨慎态度 部分航班仍处于暂停状态 一些飞往巴黎岛的航班也被取消 与此同时巴黎岛继续处于紧急状态 根据当局此前公布的消息 这一状态将持续至12月10日 地址部门2日未探测到阿贡火山出现大震动 但由于火山喷出岩江和火山灰 印尼国家减载署继续将火山周围半近10公里的区域设为警戒区 当局也呼吁民众从该区域撤离 阿贡火山是一座相当活跃的火山 最近一次大型喷发是在1963年3月18日 当时火山灰云高达万米 并在4000米高空处弥漫全岛 荣江贡破坏15座桥梁 6万公顷良田至18 6万人失去家园